想跟政委還有部長請教一下 因為今天除了大家關心在普悠瑪這個車子的事件之外 那包含這個駕駛的本身 現在有傳出說 好像他之前有吸毒的一些前科或是怎麼樣的一個新新聞出來 那想問一下教長跟政委 我們現在目前的調查報告結果 在之前的時候有了解到這個部分嗎 這個部分我們現在這邊還沒有得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這個部分我來補充 因為稍早這個法務部長有查證 那這一名司機員他在去年的12月被發現他有吸安 那麼在今年的2月的時候確定 那麼但是他獲得了這個還起訴的處分 所以在這之後他每一個月都會接受這個毛髮 還有尿液的檢驗 那每一個月都並沒有檢驗出有毒品的反應 包括最近的這兩個月也沒有毒品的反應 但事故發生之後 這個又再次的抽取他的樣本 那目前最近一次 也就是事故發生之後的檢驗的結果還沒有出爐 但目前的結果是最近的兩次是沒有毒品反應的 那我只是轉述事實 讓媒體朋友知道 然後這一次就能夠放進去佈品 那你可以再次的出一個月 因為你很少在一個月的情節 這是一個月的呀 很少在這次太誤 我來想說